欢迎来到穿越千年的中国历史之旅 在这段生动有趣的历史探索中 我们将一同踏上中国历史的奇妙时光之旅 从隋唐的神秘起 点穿越如今现代 追寻传奇人物和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一同揭开古老中国文明的面纱 隋朝581年到618年 隋朝是南北朝的结束者 由隋文帝扬间建立 隋朝的一项重要工程是修建大运河 只促进了北方与南方的交流 隋扬帝的铁骨铮铮 也是这个时期的有趣历史人物 唐朝618年到907年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的时期 著名历史人物有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 唐朝时期的一大事件是玄武门之变 礼唐皇帝篡位成功 五代十国907年到960年 五代十国时期 是唐朝灭亡后的动荡时期 出现了五代和十国的政权 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较为复杂 其中后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五代 属无南唐南汉北汉南晋 南齐南楚南无北海是十国 宋朝960年到1279年 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 北宋时期 著名的历史人物有赵匡印和王安石 南宋时期发生了著名的靖康之意 导致了经朝的建立 元朝1271年到1368年 元朝是由成吉思汗的孙子 忽必烈建立的 是蒙古族统治中国的时期 元朝时期的历史人物 包括忽必烈和忽必烈的孙子 成宗元慧宗 元代的一个重要事件 是忽必烈发动的南下侵略 最终征服了南宋 统一全国 明朝1368年到1644年 明朝是由朱元璋建立的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明代的著名历史人物有朱元璋 永乐皇帝正和等 明代时期发生了靖难之意 后明成族永乐大典的编辑 清朝1644年到1912年 清朝是由满洲族建立的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清朝的著名历史人物有康熙 雍正和乾隆等 在清朝时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 如三藩之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近现代1840年至今 近现代中国历史充满了战争 变革和建设 在晚清时期 中国遭遇了外国侵略 如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度 建立了中华民国 此后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要的近现代历史人物 包括孙中山 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等 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事件 涵盖了五四运动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 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社会 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 这些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充满了传奇人物和戏剧性事件 构成了中国悠久而精彩的历史长卷 这就是我们的穿越千年的中国历史之旅 希望你们喜欢这段富有故事情节 和趣味互动的历史旅程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等你发现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等你发现 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